根据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 截至4月7日上午7时20分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总数已超过136万例 其中美国已超过36万例 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德国的确诊病例都超过10万 法国也已经逼近10万例 从显示这场疫情传播情况的地图上 不难看到 似乎全球各地都遭受了这场疫情的沉重打击 这场疫情为何如此迅速的蔓延 疫情又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教训 本期的热点快评 我们邀请到世界卫生组织应对新冠疫情问题特使 大卫·纳包罗博士 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可能性的疫情 我们都说了,在这种状态的状态,我们都说了,我们都说了,在这种状态的状态, 我们都说,每个国家都能够遇到这种状态,能够遇到这种状态和能够遇到新疾病, 能够遇到其他社会能够遇到其他社会能够保护。 我们都说,每个国家都能够遇到这种状态,能够遇到其他社会能够遇到这种状态, 能够遇到这种状态的状态,能够遇到这种状态。 我们都说,这种状态的状态是最大的状态,能够遇到全国各国家都能够遇到这种状态, 我们都在强调的强调,我们都要确保护我们的状态,能够遇到这个状态, 在公共的状态,在医院医院区域,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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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院区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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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